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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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去重新再重新再复习 或是重新再调整我们看病的一些 一些思考的方向 王以凡 慈继大学医学系毕业 是标准的医疗公费生 台北新光医院 结束小儿科住院医师训练后 选择到太玛里香卫生所服务 公费下乡不是无奈的劳役 反而是找机会试图翻转 偏向医疗困境 给王医师看几年了 我在这边了 我是好几年了 中间换过几个医生 我在这边看的他是第二个 第二个 医疗很坏 很无论 我感觉医生还没有 都要再去外面钓来 如果要开一个大堂 就要外面钓医生来 很辛苦 所以感觉够的是医生不是摄鼻 摄鼻也没太好 摄鼻不是跟妈妈比较好而已 医药资源比较缺乏 尤其是我们南维县这边 我们台东县的 我们台东县16厢镇里面 医药资源最缺乏的 应该是我们 就是我们南维县这四个厢镇 就泰玛里金风大吾达人这几个厢镇 泰玛里 台湾本岛每年元旦 最早迎接第一道曙光的地方 相对的 却是医疗资源长期不足之地 整个泰玛里乡 包含牙医 中医和卫生所在内 只有五间医疗运所 六位医师 要服务一万一千多人 以医师比来看 等于一位医师 要服务一千八百多人 远高于台东县的一比七百三十 和全台湾平均值一比五百零七 尤其地方卫生所的功能 更是一处健康守护站 跟小朋友出生打预防针 然后青少年的性教育 到中年到中老年的糖尿病防治 长期照护 还有老人家过世以后的行政相宴 所以我们大概从生到病史 大概都通通都包了这样子 今年王亦凡在太马里服务满四年了 再过三年 当工费下乡约满后 这位年轻医师的下一步 他早有规划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喜欢在医院服务的那种感觉 还有医院服务的成就感是不一样 尤其是对于这个年轻的工费医师或心经医师来说 其实他们都会希望能够透过比较多的患者的 这个诊治的经验来累积他们的技术跟实力 相对来说在偏向因为患者数少 那交通比较不方便 那所以相对来说可能我们的门诊量 或者是我们的医疗收入就不是那么多 当热情离不过现实考量 医师的抉择变出了偏向医疗 留不住年轻医师的关键 毕竟服务期满了就会有人来接棒 使得年轻医师不愿意留在偏向体系 而是回到大医院继续磨练 这样反而会使得专科领域更加纯熟 或许对天乡医疗的结构问题 想要得到减号 政府还是得端出下乡诱因 才会满足需求 请不吝点赞 许多多多的 感谢观看